今天的主題叫做什麼 當長版Downhill選手你準備好了嗎? 子凌他去國外參加過很多大型的Downhill比賽 所以趁這個機會請子凌跟大家分享一些 如果你想要去國外參加Downhill比賽的話 所需要知道的一些小重點 國內外有哪些比較知名的Downhill比賽 像現在最知名的就是IDF 就是一個比較國際的下坡滑板聯盟 每年他會在全世界各地去辦普通的比賽 有點像我們F1賽車後 全世界設的那個展 所以他是巡迴的嗎? 對對對巡迴 不一定說我一定會有10場或是幾場 每年會不一定 然後地點也不一定 你多久前會被公告? 還是我要一直去點他官網看 大概到年底就可以慢慢看到 他新的一整年這些 他會把那個賽程都排出來 目前他是這樣分 然後亞洲先比 再來可能是跑到歐洲 再來是去美洲 然後大概大部分都會在9月或10月的時候 結束一整年的那個賽制 分出每一站的冠軍 123名這樣子 那同時他也是一整年的積分 最終他會辦一個年度冠軍 比賽有分兩種等級 第一個我們叫做Qualify 稍微低階一點 再來一個叫World Cup 這兩個差別程度就在於 就是主辦的那個比賽資源有多少 我的安全防務很夠 那我就可以升級成World Cup 對我們選手來講 差別就是我們的安全品質比較提高了 再來第二 我們拿的那個分數不一樣 Qualify的話他的第一名是600分 那World Cup第一名是1000分 那所以對一些就是職業選手來講 他就可以去挑選 欸我應該去參加哪些比賽 來獲取這些分數 那最後年度就是積分的時候 他那個IDF呢 他會幫你挑出 比如說挑出五場好了 你的最佳成績去做總格 然後來排你的那個分數 這最佳成績也包含你的World Cup 就是都一樣 那就是取幾場的最佳成績這樣子 有些比較厲害的人 他就挑幾場重點去比 他都跑到前三名 那他比的那個賽事 數量就比較少 然後他的錢可以比較少 但是他拿的分數也可以很低 前五名大概是幾分 有點忘記了欸 四五千分或是五六千分 比賽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則 規定 那我們先講最基本的 個人的安全 全罩 Full Face 他們叫Full Face Helmet 就是全罩安全帽 一定要有 皮衣不好意思 一定要有 但是規定你的皮衣 不能有太大的破損 老闆 他規定的重量是不能超過五公斤 然後他現場他會隨機撤 他就拿一個那種 手提那種小磅撐 還有一個規定是 我記得是你的板子啊 你不能有太尖銳的那種腳 因為 畢竟是比賽 所以我們很多突發狀況的板子 都可能會射出去什麼 不能有太尖銳的那個腳 他有分量級嗎 就是像我們打格鬥 就是 因為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吧 就是覺得說 我體重重好像有優勢 原來是有分一些組 比如說我們照年齡分有Junior 我記得是18歲以下 是woman好了 有女生的 只有女生能比 清楚他的英文叫Master 我記得是 35歲還是33歲以上 才可以報名 Open組 公開組 公開組他沒有任何限制 你所有人都可以參加 他基本上這是比較 大多都是成年男生 去參加這樣 但是也會有女生 或是Master 或是Junior 大家都可以來 最後一個是 不是屬於滑板當有 我們叫路敲 路敲組 就是上槍躺著下 上槍躺在這邊 他那個速度更快 他這個也分成一組 所以主要就是這幾組 不同分組就會有不同的 就是比如說我Open組 我就有一個Open的年度幾分 你入局你就有入局的年度幾分 所以你是分開比的 DF是國外的 所以那英文把它看清楚 我們這次有一位台灣人 但是他好像多抱了路敲組 但是他本身並沒有玩路敲 對 就是我們把那個資訊看清楚 不要錢多付了這樣 去比賽的話 他事前我們有沒有需要 做什麼樣的準備 或訓練 或是說要做重訓嗎 或是說要增重嗎 因為體重重的人 是不是比較有優勢 體重重的人輕的他都會有 各自的一些優勢 在賽前的準備的話 加強你全身各項體能 絕對是有幫助 你的腳的耐力 甚至你身體的強壯程度 你在一些跌倒的時候 摔到撞到 你本身的肌肉都可以給你一些保護 所以你做重訓一定都會有幫助 其實我們比下坡 你不要看下坡而已 如果溜過都知道了 非常累 尤其你在那麼高速的時候 再過一些彎 輕力是非常大的 你的雙腳得支撐的重量非常的大 體能訓練會有很大的幫助 速度方面的話 速度感要提升 在這比賽 你時速沒有到個八九十以上 應該是 外國人不太會來 不夠快 要有認知 那個賽道 時速是可以加到非常快 所以當然我們本身自己的那個速度感要提升 我們自己的極速要真的 所以在賽前你要非常熟悉你的板 還有你所更改的一些設定 要把它就是魔頭 你得非常習慣你的板子 不敢練習 就是能不能用什麼小訣竅 或是你是怎麼練起來的 我個人我的膽子其實沒那麼大 我喜歡待在比較安全的環境下 所以我會找一些我比較舒適的地方去練 講我剛開始的滑滑板 下坡會來講 我會找滑滑底下是一大片平地 或是它有稍微上來可以減速 就是當我還不會失態的時候 我就慢慢練 然後再來就是慢慢找一些其他更陡的地方 慢慢把速度提升起來 講一下其實速度會適應 不能說是麻痺 但是速度真的是會適應 你會習慣這樣 一開始玩的時候覺得 這個地方超快 然後可是你練習一陣子 就覺得這個地方好像OK了 其實變成它一般的地方了 當你覺得游刃有餘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挑戰再高一階 再快一點的地方 然後慢慢提升你的速度感 對 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怕 幫我做好 在之中啊 有沒有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麼毒發狀況 例如說 大家一定很care就是 受傷怎麼辦 對不對 比賽這個受傷一定是難的 不論你是新手 或者是你是非常厲害的世界機械人 你都有可能會受傷 常大會會提供醫療救護嗎 比賽都會有救護車 隨時備著就是準備 然後你只要有受傷 就是需要送醫 或是他們判斷你需要送醫 他就會馬上到他們當地 就是他們有合作的醫院 去馬上做一些處理 要準備的 除了我們自己在台灣買好的保險 搭會我們付的報名費也包含一些保險 護照我們得隨身攜帶 因為沒辦法確定你什麼時候會受傷 萬一你去醫院 護照就是一些證明的東西 要準備一點預備金吧 對不對 對我們臨時到醫院你錢 對 還是有 保險是回來以後才請得到 對 天氣不佳 遇到下雨的話 但那個比賽還是會造成餅嗎 對 我們滑板比賽 它基本上就是下雨 我們也造餅 要先準備 比賽 比賽的這個流程 怎麼 怎麼算 比賽前 比如說比賽有三天好了 母六日 晚上我們就會有一次選手的 meeting 然後包含簡錄 天通常是練習 那時候你就要穿在身上了 簡錄那天還不用 下一個流程是 Qualify我們叫計時賽 一個人下 他要計時間 你跑完這趟的時間 先根據你第一天練習 他幫你調一個成績排出來 大家就按那個 大家的先後升旋 那計時賽比完了以後 大會就會取 比如說前32名好了 進入正賽 Racing 等於是32強正賽 那就要寬度啦 看他規定不一定 就是一次多個人一起下 一個人好了 那我們就取前兩名 前兩名到達終點 晉級到下一輪 32之後怎麼辦 他會辦一個敗部復活賽 或者是他叫做3030 最30個人的拍名 就是他讓他們也可以參加比賽 都你曾經遇到過事情 那一天我已經在比 我已經進正賽了 那會有第一趟的練習 就是先讓你練跑 那去到終點的時候 那時候終點有人摔 就是我前面有人 有碰撞 以後他就是撞到稻草 翻整個臉朝地滾了一圈 那那個時候救護車有開出來 那剛好我已經準備要到終點那邊 我一過完的最後一個完 左彎 我會看到奇怪 這不是怎麼在正中央 當然在那之前 他們有先揮旗子 但是我還沒有 速度有點快 我沒有辦法馬上殺體 所以我一過完完 我會看到救護車 我會想完蛋了 這個距離有點短 而且我腳有點沒力 沒力則就是腳煞這樣子 但是腳也沒力了 腳煞下來 我邊腳上邊挖摸 我就哭出去了 然後那個時候 還好是沒撞到車 但是我的輪子就破了 我有差嗎 就是下一場正在 我就用那個破的輪子體 比較可惜一點 真的真的 比賽要拚名次的 我們輪子一定會準備很多組 輪子全新的 跟跑過三趟的 真的有差 不要提子 一定有差 對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部分 其實你看那些外國人的互動 他們其實都還 還蠻開放 我剛剛以為說 你要講說 我們還蠻喜歡看外國人摔倒 這樣 我們會出現在那個搞笑短片 有沒有那種各式的Fail 這種影片呢 只會比較常出現在我們亞洲人身上 真的假的 他們很厲害 不太會摔 他們如果會摔 都是在很高速的狀況下 他們在拚 他們兩個靠得很緊 才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在過程中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部分 是你最難去克服的 或是賽道上 站在整個很陡的山路 馬甲灣到下面 是起點 還是很大 你知道你待會要面對的那個 不是說你可以用很輕浮的心態 去面對這個賽道 那你們會 我們一些同伴他也 他就兩三趟 他還是說他壓力還是好大 過程中 你覺得最開心的部分是什麼 然後當然就是得第一名 當然接下來 大部分的選手呢 可以玩到幾歲 說選手大概30左右 一些比較厲害的選手 他可能比到30歲 還是有一些 就是年紀再更大的人 他一直都在比 我們這次台灣 一起出去的選手 我們有個叫阿龍哥 他們也跑得不錯 就是不要被年齡限制 那什麼特別的 中心的建議 你真的想比賽 那就好好準備 對 那不要被自己所限 自一到國外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 我們覺得很厲害的外國人 可能也還好 大家都是跟你站在同一條線這樣 就是跟自己比 把自己練習的最好的表現出來 就好 下坡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我們 ABL社團 針對下坡或freerider 認為 ABL是目前全台灣 最專業 然後也最厲害的 下坡玩家的 一個社團 我們之後也會慢慢 推出幾個 就是ABL Team 一一介紹 每個選手這樣 對啊 玩的風格 大家都可以 我們交流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幫我分享加按讚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好不好 按下去 小鈴鐺記得打開 我們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